有看Tekicardia的觀眾可能都留意到我幾乎沒有在我頻道上砌過Gigabyte的手機 直至今日Gigabyte終於邀請我和大家砌一部AMD B550版的白色主題電腦 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son 歡迎來到Tekicardia 三個月之前我們就砌了一部白色主題電腦 那時有位觀眾在留言說如果我們用Fission就好了 不知道是否Gigabyte看到之後他就找我和大家 去用他們最新的B550 Fission DP主機版 去砌一部AMD Ryzen版的白色主題電腦 而且今次這部機除了又帥仔又打到機之外 還是一部非常適合各種媒體創作人去用的專業高性能電腦 那和上次一樣 我知道現在顯示卡是非常難買到的 不過這條片除了是作為大家的娛樂之餘 還想給大家做個參考可以看到同一系列的組件組成是甚麼效果 那我自己是不能保持這些硬件的 至於之前說過想做那部便宜的白色主題電腦 那因為這個時勢都比較難 所以大家都給我多點時間準備一下 那和這次這個活動除了買東西會送神鷹公仔之外 你還有機會可以贏到一部iPhone 12 想知道怎樣參加呢就記得看到最後 那我們就一邊砌機一邊講有些甚麼硬件 那所有組件的連結我都放在影片資訊裡面 那當然之後都會有Montage和一些創作用程式的測試 那就快點開始了 這次這部機就用到AMD Zen 3的CPU 所以主要就是圍繞著這塊全新的GIGABYTE B50 Fission DP ATX主機板 那GIGABYTE Fission系列呢 一向都是Target著創作工作者 好像我們的Youtuber或者整片整圖 和3D model的Creator 那所以呢除了白色外觀和簡約設計非常漂亮之外 這塊B50Fission DP的特點相信都是Creator一定會想有的 那好像比起上一代B50Fission D 這塊Fission DP的網絡連接 就由兩個1GB的LAN頭 升級了兩個2.5GB的LAN 那所以你就可以直接連接去NAS的2.5GB的頭 又或者經過Switch做Link Aggregation 去到最高5Gbps的區域網絡 那上下載素材就更加快了 還有它一樣有Wi-Fi錄 還有背面也有7個USB頭 再加上兩個Thunderbolt 3的頭 除了做到超快的數據傳輸之外 還可以做到DisplayPort Pass-Through 去連接一些專業級的電腦屏幕 做兩個4K或者一個5K的輸出 還加入了內置的前版真Type-C頭 USB 3.2 Gen1 配合現在越來越多機箱的前版 都有真Type-C頭 CPU我就選了AMD Ryzen 7500X Zen 3架構8核16線 最高時脈就去到4.7GHz 配合PBO或者自己超頻 就有機會貼近5GHz 所以單核性能是非常之強的 而且多核性能也有機會 比Intel頂級的i9 11900K更加強 而且比i9更加涼快 還要比11900K還要便宜很多 輕輕放進去 直接就進去 拍下它 搞定 好多人都有個誤解 覺得B50晶片組比X570差 其實B50是專門為了Ryzen 5000系列的CPU 而推出的 所以一樣可以發揮到CPU最高的效能 還不用像X570那樣 有個風扇仔幫晶片組散熱 再看這塊B50Fission DP 上面用了AMD AM4的CPU插頭 配有12加以上的50M PowerStage供電 加上這兩塊VRM散熱器 應付超頻的3950X、5950X、200W 都不會有問題 唯一可以挑剔的就是因為有這麼多的USB 所以就犧牲少少 只剩下4個ZATA頭 但現在越來越少人用ZATA的SSD或者硬碟 加上很多Creator都有用NAS做大型儲存空間 所以我就會說 相對來說 ZATA其實已經沒有那麼重要 除了性能和連接之外 作為一部創作者電腦的穩定性 可以說是更加重要的 所以這塊B50的Fission DP 就有8個風扇或者AIO水泵插頭 可以保持到電腦涼快 還有溫度感測針頭 連上兩條溫度探測器 在主機板盒裡面 就可以插進主機板 螢幕特別怕熱的地方 主機板上有Q-Flash的按鈕 連背面的USB插頭可以做USB的BIOS Flashback 還有一個高階版才有的Debug Code顯示板 對於我這些砌機經常卡關的人 就非常之有用 如果你要終極的穩定性 這塊板還支援ECC修正錯誤的記憶體 即是一些通常在伺服器裡面 用來確保穩定的RAM 速度上它就支援最多5100MHz的RAM 不過越快當然就越貴 而且對於創作者來說 容量也是非常之重要 好像我現在剪4K片 每條的素材已經超過100GB 所以每次開Project 只是再入preview 已經推爆32GB RAM 所以這次我們就用了 兩條32GB的DDR4 3200MHz RAM 而且我們用了兩條 所以之後還有兩條槽 給我們做升級 這一套就是GIGABYTE DDR4的記憶體 雖然你看到它沒有任何RGB 但等我們打開它你就明白了 你看這個是超高質的 銀色鋁材的記憶體散熱片 就這樣一條就已經有32GB 這個銀色鋁材的散熱片 除了可以幫到32GB的晶片散熱之外 還可以貼合主機板上面 有這個銀色鋁材的VRM HeatSync 配合後你會看到顯示卡的背板 當然RAM我們就插A2B2 就可以確保穩定地走到3200MHz XMP 搞定 系統和儲存方面 這次我用了接近最快和最厲害的 GIGABYTE AORUS 7000S PCIe Gen4 1TB M.2 NVMe SSD 這隻就是7000S Gen4 它本身跟著一個挺厚身的HitSync 但是這塊B50Fission DP上面 上面這條就是PCIe Gen4 而下面這條就是Gen3 但你看到兩條Line都跟著一個挺厚身的HitSync 所以這次我們就應該要拆了這個HitSync 然後用回快板原裝那個 但其實這個都真的挺厚身 還有挺有誠意的 因為它上下都黏了散熱貼 其實有點難拆 很害怕啊 因為我不想一個不小心就拆爛了它 剛剛逐點逐點就拆到一隻SSD出來 真的很害怕拆爛它 嚇壞我 我以為背面應該是有東西的 應該這隻是1TB 所以如果是2TB 後面也有chip 聽個名字 7000S就知道它走到最快 7000MBps的讀取速度 以及5500MBps的寫入速度 比一些高階的PCIe 3.0 NVMe SSD 簡直是快了一倍 當然實際用來的感覺 有沒有快一倍那麼多 就很難說 不過有得選擇 現在我們先安裝了這個CPU水冷的bracket 在這塊主機板上 這個就是GIGABYTE AORUS的WATERFORCE X240 是一隻240mm的一體式水冷 等一下再說多一點水冷 首先我想說一下這個Mounting Bracket 裡面的零件一包包貼好貼紙 這個對於你要安裝水冷或者新手來說是很方便 因為它全部都已經貼好貼紙給你去用了 這次我們就用到AMD的Mounting Bracket 以及要用到AMD的螺絲 原裝散熱器的扣具當然就是不要扔掉 保留在主機板盒裡面 現在就上好水冷的固定的柱體 待會再安裝水冷的泵頭上去 也是用回AMD原本的CPU的背板 以及水冷的零件 這隻超級重的物體就是Lian Li Lanku 2 Mesh 它也是一隻白色為主的機箱 也是我想試很久的 因為Lanku 2 Mesh這隻中塔式機箱 它有很多的Mesh入風透風位 連旁邊的火牛蓋也有洞 可以一到活門打開 而且你看到這些硬碟架 好像NAS那樣可以快拆的 就這樣拆出來 配搭我們的硬件 就可以給到一個很好的散熱效果 前面都是Mesh的面板 以及跟著三把120mm的ARGB風扇 現在我們就可以把一塊板裝上去 這塊Fission DP 本身已經預裝了IO背板 所以就不怕忘記了 上來主機板螺絲 上面這裏有一塊這樣的蓋 要拆了才可以安裝到CPU 8PIN 以及上到那顆螺絲 上完主機板螺絲之後 我們就可以準備上火牛 以及插一些機箱的線 這三條就是前面風扇的線 USB 3.2 一般來說插Front Panel這幾條 可以說是最辛苦最難 但是GIGABY這塊板就跟著一個G Connector的東西 這個G Connector 就可以讓我們把Front Panel的線 首先插進這裏 然後就一下子插進主機板 應該方便很多 Power Switch的正面風扇 這樣 應該就這樣一塊東西插進去就可以了 是不是可以了 這樣真的非常方便 如果多些主機板跟這個 其實真的蠻棒的 把Front Panel那些這樣的線 全部變成一個 Connector 搞定 好啦 跟著GIGABYTE提供給我們的火牛 就是這隻 AORUS P850GM 是一隻850W的 80PLUS金牌全模組火牛 留意一下這個型號 是GPAP850GM 而不是GP-P850GM 雖然這個型號上是非常相似 以及一樣是80PLUS金牌 但是這隻AP850GM 得到的評價是高很多的 而且它有13.5CM的自動停轉靜音風扇 全日系電容 單路12幅 以及全模組的設計 雖然GIGABYTE不是火牛大廠 但是如果你要買回GIGABYTE的火牛 那這隻AP850GM 就會是比較好的選擇 而且你看到這部機器 跟上次有一點點不同 因為它有些銀色的金屬元素 以及機箱和水冷都有些黑色的部分 所以這次我就不用全白線了 我就買了這套FENTEC的白灰色的電源延長線 因為這些原本跟的線都是黑色的扁線 所以用完延長編織線就會整潔和美觀很多了 主機板24pin 還有一條 這個就是CPU的8pin 顯示卡PCIe線 要多一條SETA的線 給回電的機箱 以及待會兒的水冷 因為這個機箱上下都有洞 其實你可以安裝風扇向上或者向下都可以的 但是我們都做回傳統向下的方式 這些線接著就連接我們的現場線 然後就把它收起來在這個位置 那就完全看不到了 剛剛也說過這次用這個水冷 就是GIGABYTE AORUS的WATERFORCE X240 配上兩把120mm的ARGB風扇 它裡面都跟著一支散熱膏 拿出來之後看到其實這隻X240都相對簡介 泵頭其實只有一個SATA線 以及待會插的一個MicroUSB線的頭 看到這個網就是其實把線 經過這個水管走上去冷排的頂上 走出來 就有風扇PWM的插頭 還有ARGB的插頭 這個方法令到水冷頭少很多條線 伸出來 整結很多了 最特別當然就是這個水冷頭 上面有一個直徑60mm的一個LCD屏幕 可以用來顯示CPU溫度 或者放一個JPEG 或者DRIFT圖在這裡之類 非常好玩 總共有四個模式 這個螢幕還可以360度這樣轉 所以什麼方向裝都沒有問題 另外這裡還有一個MicroSD卡的槽 可以直接插卡裡面播放更多的片和相片 真的越來越瘋了 會不會像這個水冷頭上面有Touch Mode 或者裡面有一個OS 好像Smart Watch那樣 有一個我都很喜歡的位置 就是這兩把風扇的ARGB頭都有分弓插頭 只需要把左邊的弓插在右邊的插頭上 然後再連接左邊的一個 下一個冷排的ARGB線上 這樣待會水冷頭再經過USB 就可以控制這些RGB 然後這堆線我就可以全部摘起來 放在後面 撕了啦 好緊啊 那現在呢 就只是插最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顯示CPU 那這張呢 就是全新推出的GIGABYTE GeForce RTX 3080 Ti Vision 如果有看我上星期的評測 就會知道RTX 3080 無論是創作程式工作 光線追蹤 還是遊戲性能 都基本上是和頂級的RTX 3090 一樣是最厲害的消費級顯示卡 但是因為它有LHR限了掘礦能力 所以它的價錢現在都只是和炒價的RTX 3080 差不多啦 又比較容易買到 所以最近推出的NCard裡面呢 我最喜歡就是RTX 3080 Ti 還有12GB的GDDR6X 其實都算是夠用的 如果需要更多呢 就可以買RTX 3090 另外NCard有更強的RTX Core 做光追相關的繪圖工作都會比較好 直播的時候呢 可以用到NVIDIA獨有的NFAN影像編碼 做到很流暢的直播 同時都可以保持高油氣效能 以及減輕到CPU的負擔 那這張RTX 3080 TiFision 都一樣是白色色調 配上這個全銀色的鋁背板 三風扇加上三噪口的散熱器呢 就算是350W TDP 都不需要擔心散熱的問題 插上這兩條PCIe供電線呢 這部機器就大功告成啦 這個RTX 3080 TiFision 還有呢 這個RTX 3080 TiFision 是有遮瑣版的 那我把這支線呢 放到這邊啦 然後壓住它 就這樣一下 沒錯 一下就蓋住了 然後最後這個 Boom 就這樣 這個可能是你看過最整潔的背面了 搞定啦 那呢 一於現在就去 Montage啦 GasBiDX GasBiDX Montage啦 Montage GasBiDX icon 得不… 色調 DX 機器的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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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辛苦 砌完機器當然要跑一下測試 不過好像有些事情還未做 等一等 噪明 講回測試 無論是單燒CPU GPU還是兩樣一起做 溫度也相當合理 還有手機非常穩定 Creator電腦當然要測試 創作用度的項目 首先是連接及資料傳輸的部分 簡單地從一隻外置SSD那裏 經過USB 3.2 過差不多20GB的資料入電腦 可以做到持續超過300MBps的速度 我將我的NAS連接去這塊 B50 Vision DP 2.5GB LAN 頭的話 上載這個12.5GB的檔案就只用了1分15秒 可以持續有超過250MBps的速度 如果做了Link Aggregation 或者用Thunderbolt 3的話 相信在一些高階的NAS上可以直接剪片都沒有問題 在Blender這個3D繪圖程式裏 全部都以預期中這麼快的成績去完成 3ray 亦都是一些3D程式 例如3ds Max裏面常用到的圈染軟件 在3ray 5 裏面無論是GPU CUDA 還是GPU RTX 的測試光線追蹤效能 都得到很好的分數 分別有1659 和2678分 Premiere Pro 的PUG Bench 測試裏面 這部機器就得到了835分 都是一個相當理想的分數 也就是說Ryzen 7500X 配 RTX 3080 Ti 經過PCIe 4.0 在這塊 B50 Vision DP 上面 是可以充分地完全發揮到它的效能 另外我也偷了我每份 FYP 在這個 Twinmotion 3D模型軟件裡面試一下 在這個模型裡面走來走去 或者加一些模組都完全沒有問題 是敬信的 最後如果你覺得這些分數都好像沒有什麼意思的話 我用這部機器剪了大家剛才看到的一條 Montage 片 全像素之下剪4K 片 無論是 Look Timeline 還是調色加特效 都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從我作為一個 YouTuber 的角度去看 就真的非常之滿意了 總結一下這部機器 砌出來的成品和效能我是非常之滿意的 整體感覺雖然砌出來不是真的全白 但因為它有銀色和金屬的元素在裡面 加上燈光效果就給人一個非常之簡潔 和非常之專業的感覺 連這個有磁力的 Wi-Fi天線都是白色的 這種貫徹的感覺 就是你用同一個系列的組件才能做得到 還有當你想打遊戲進入 Gamer's Mode 的時候 你也可以用這個Gigabyte 的 RGB Fusion 2.0 去轉好所有的 RGB 燈效 另外這個 Lan Cool 2 Mesh 都是非常之好組裝 又帥仔 雖然這條影片是贊助 但真心地說 其實我覺得這部機器真的沒有什麼好挑剔 唯一就是貴 整部機器如果要組裝要成27,000左右 不過我想這個可能是我自己的錢包的缺點 要不然我也想組裝這部機器給我妹妹做功課 讓它不要經常過來借我的機器Rand Twinmotion 還有就算你說不是便宜 作為一部可以用來賺食的Creator 電腦 以及一部高階的打機電腦來說 這個Ryzen 7500X RTX 3080 Ti 配 B50 的配置其實是相當之合理的 如果你有更高預算的話 就可以升級這顆CPU去Ryzen 9 還有這部機器這麼貴的主要原因 都是因為將顯示卡貴 現在一張RTX 3080 Ti 其實已經佔了整部機超過一半的價錢 那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 好多謝大家支持 我才有機會可以組裝到這麼多主題的電腦給大家看 還有也好多謝GIGABYTE 贊助了這次我們這個Project 大家都可以看看這塊GIGABYTE的B50 Vision DP 還有看看其他的其他硬件 片頭也有說到一個送禮的活動 現在又即日起到7月16日 只要去到各大電腦商店買GIGABYTE Creator系列的產品 包括底板、顯示卡、SSD或者RAM 就馬上送GIGABYTE AORUS白色神鷹一隻 記得去完活動的額面登記 還有機會贏到一部最新的iPhone 12 128GB 另外GIGABYTE也給了一堆禮物 有AORUS的攬枕、口罩、公仔 還有這個禮盒 連同現在使用RGB的顯示卡支架 這些我全部都會送出去給大家 不過就不用這次這條片做GIGABY 如果有留意我IG的話 都可能知道其實我有一個carousel page 去擺一些送給大家的禮物 又或者我一些二手的件 如果有興趣都可以去看一下 還有記得說我們的暗號 如果不說的話我是不會回覆你的 好了就是這樣 記得CLSS 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